一口气看完,三国时期,94年历史,公元184年,在东汉末年,由于汉陵帝刘宏,为了挥霍享乐,便巧立明目,搜刮钱台,甚至卖官欲绝,同时,宦官外戚又争斗不止,以致朝政腐败,民不聊生,与此同时,全国又爆发大汉,颗粒不收,而赋税却不减,最终,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,在聚路人张脚的号召下,纷纷揭杆而起,始成黄金起义,同年,汉陵帝派黄辅松,曹操等人,率中央军前往 同时,又令地方周郡官员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协助,最后,黄金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,但地方周郡官员和豪强地主,借着在镇压黄金起义的过程中,拥兵割据,致使东汉王朝,名存实亡,从而拉开了近一百年的战乱时代,也最终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,189年,汉陵帝刘宏驾崩,其子刘汴即位,由于刘汴年幼,朝政大权被母亲和太后,和舅舅和晋承控,而和晋为了清除,以张让为首的, 石长市宦官势力,不听曹操的劝谏,只以听袁绍的建议,让梁州军阀董卓,率军进京,诛杀宦官,结果,是请败露,宦官张让先发制人,在董卓尚未抵达京城前,就将合尽杀害,而袁绍则以为何尽报仇为由,率军入宫,杀死石长市等宦官两千多人,自此,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,就此终结,但却给了进京的董卓顺势夺权的机会,同年,董卓率军进京后,将牛变费 在董卓上,改立其帝留邪即位,视为汉县帝,至此,董卓掌握了东汉朝政大权,而袁绍和曹操等人,纷纷逃离京城洛阳,举兵讨伐董卓,190年,关东十一路群雄,推举袁绍为盟主,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,董卓未必锋芒,便携持汉县帝,先都长安,期间,关东联军只有孙坚和曹操出兵与董卓交战,而其他群雄,各自心怀鬼胎,只助军不援助,并且 还互相攻杀,最后,关东联军解散,群雄们纷纷割据一方,互相攻伐,从此,三国群雄先后登场,军阀混战的三国乱世,由此开启,192年,王云挑拨董卓部将吕布,杀死董卓,同年,董卓部将李绝和郭四,以为董卓报仇为名,率军攻破长安,杀死王云,击退吕布,事后,李绝和郭四,挟持汉县帝控制了东汉朝政大权,195年,李绝和郭四爆发内斗,长安顿时陷入战乱,于是 汉县帝被迫逃出长安,回到以城废墟的旧都洛阳,随后又被曹操迎王许都,自此,曹操取得了邪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,196年,南方的孙坚在与刘表的交战中镇往后,其子孙策在周瑜的辅佐下统一将冬,为日后孙权建立东武,奠定了基础,197年,袁树在寿春称帝,但袁树称帝后,被天下诸侯所不齿,成为了众矢之地,不久,袁树就在孙策,吕布,曹操,三方的打击下, 兵败而死,200年,北方这边,陶操凭借着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,先后破元术,灭吕布,祥张秀,朱刘备,夺取了眼,吕,徐三州,而袁绍先是用计占据韩复的冀州,继而又打败,田凯,公孙赞等人,控制了清,继,幽,定四州,由于袁曹双方势力持续壮大,最后在北方爆发,关渡之战,此战,陶操以两万兵力,大败袁绍十万大军,袁绍不久也忧郁而死,此后,陶� 袁绍三个儿子,袁潭,袁熙,袁绍的势力,随后又平定辽东,征服乌环,最终统一了北方,同年,孙策被行刺去世,其弟孙权接掌江东,201年,先后投靠公孙赞,陶谦,曹操,袁绍的刘备,在关渡之战后,又南下荆州,投靠刘表,此后,刘备在徐树的建议下,前往龙中拜访诸葛亮,在三顾茅庐之后,诸葛亮向刘备献上龙中队,为刘备谋划了,先取荆州,再取 208年,刘表去世,其子刘从继任荆州墓,而曹操成刘表并亡,荆州不稳之时,亲率大军南下,征伐荆州,刘从无力抵挡,便投降曹操,而继身于荆州的刘备,在得知刘从投降后,便率中逃至下口,同年,刘备联合孙权,在赤壁之战大败曹操,赤壁之战的失利,使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,而孙刘两家借此战的胜利,开始发展壮大各自势力,为之后的三国鼎力奠定了基� 211年,益州牧刘张邀请刘备,率军进入益州来对抗公署的张禄,刘备入蜀后,与刘张反目,趁势夺取益州,218年,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后,势力达到了极盛,进而自称汉中王,219年镇守荆州的关羽,率军北伐曹操,此战,关羽虽然勤于尽,斩庞德,威震滑下,但最后却被吕蒙,袭取荆州,关羽也被东吴俘虏杀害,220年, 曹操去世后,其子曹丕控制了东汉朝政大权,同年,曹丕逼迫汉县帝禅让后,篡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,自此,想国195年的东汉灭亡,221年,刘备在曹丕篡汉建位后,由于当时盛传,汉县帝刘邪已被曹丕杀害,所以,刘备为了延续汉朝,兴赴汉士,便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,同年,刘备已给关羽报仇为由,不听群臣劝阻,执意亲征东吴,最终在宜� 被东吴明将陆汉击败,刘备败走白帝城,223年,刘备在白帝城,把国是脱孤于诸葛亮后去世,其子刘善即位,228年,诸葛亮在6年内,对曹魏发起了5次北伐,但却没能实现兴赴汉士的目标,而诸葛亮也定逝于最后一次北伐中,诸葛亮死后,将为又进行了11次北伐,其中,大胜两次,小胜三次,相聚不克4次,大败一次,小败一次,但连年的征战,实属汉的国力耗损获度,229年,孙城, 在武昌称帝建立东吴政权,自此,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,239年,在魏文帝曹丕以及其子魏明帝曹锐去世后,曹锐的养子曹芳即位,由司马懿和曹爽苦证,但曹爽掌权后,骄横跋扈打压一击,而司马懿则韬光养晦等待时机,直到在高平陵事变中,司马懿趁曹爽陪曹方离开洛阳,到高平陵扫墓时,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全部诛杀,自此,曹魏大权 司马懿落入司马师手中,252年,东吴皇帝孙权并逝后,他的第七子年仅10岁的孙亮即位,东吴内部随之爆发内乱,皇帝孙亮被权臣孙称废除后,孙称又拥立,孙权第六子孙修为帝,视为武警帝,随后,武警帝孙修联合丁凤等人,诛杀权臣孙称后结束了7年的内乱,但东吴从此开始走向衰落,254年,曹魏权臣司马懿病逝后,棋子司马师继续法治朝政,而魏帝曹方与李峰等 密谋发动政变,非凡司马师,但事情败露,司马师将曹方废除,改立陶皮之孙曹茅为帝,四年,司马师病逝其帝司马昭继续法治朝政,260年,曹茅因布满司马昭专权,便率亲兵讨伐司马昭,结果被司马昭的心腹甲冲,害人杀害,事后,司马昭立陶陶之孙曹换为帝,使为魏远帝,261年,由于蜀汉皇帝刘善宠信宦官皇后,致使皇后专善朝政,还排挤在北伐前线的江维,于是 江维尚书刘善,请求将皇后斩杀,但刘善不肯,而皇后又怂恿刘善,废掉江维,江维不敢回成都,便到踏中避祸,263年,魏国实际领袖司马昭,派中会,邓爱,诸葛旭,三路伐属,此战,江维在击败诸葛旭后,又把中会大军阻挡在建阁,然而,邓爱却偷渡英平,直逼成都,刘善见大势已去,便向邓爱投降,还命令江维向伪军投降,江维投降中会后,试图借中会之首 但计划泄漏,江维,邓爱,中会,全部被杀,自此,蒋国43年,传两帝的蜀汉政权灭亡,264年,吴景帝孙修并逝,吴墨帝孙昊几位,孙昊在位期间,娇奢淫义,对臣民残忍无道,以致民怨沸腾,国事衰落,离灭亡已经不远了,266年,司马昭病逝后,其子司马炎逼迫为原帝曹患善让,篡位称帝建立晋朝,实称西晋,晋五帝,自此,蒋国46年,传五帝的� 逃为政权灭亡,司马炎称帝后,便开始筹备剿灭东吴,279年,晋五帝司马炎,把兵二十万大举征伐东吴,四年,晋军一路势如破竹,直逼东吴都城建议,孙昊见大势已去,便反绑双手,向晋军投降,自此,响国52年,传四帝的东吴政权灭亡,同时,三家归晋,西晋统一天下,三国时期结束。